近日,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向俄媒体透露,中国2017年购买了大约12%的俄罗斯出口武器。 俄媒体对此分析称,中国已经超越印度,成为俄罗斯最大武器出口国,不过查阅过去5年的公开资料会发现,2013年至2017年,印度仍是俄罗斯最大武器出口国,购买份额占比高达35%,中国占比12%,排在第二位。 技术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的是排名第三的国家,该国地处中南半岛,虽然国土面积和经济体量都不大,却在过去5年购买了高达10%的俄罗斯出口武器。 米格-29K舰载机与超日王号航母,是印度近年来进口俄武器的大单,这个国家就是越南。 资料显示,最近几年,越南和俄罗斯已经签订的订购俄罗斯武器合同价值超过45亿美元,去年俄罗斯武器出口总额据称超过150亿美元,其中就有不少是越南做出的贡献。 越南主要从俄罗斯购买的有击洛级常规潜艇、独支柱级导弹艇、猎包级导弹护卫舰,以及苏道27、苏30MK战机、S300D对空导弹系统等。 可以看出,越南进口的俄罗斯武器,主要集中在海军和空军装备方面。 报告显示,越南对海军装备建设提出的规划,是实现空前快递现代化,这其实算是近岸。 近海防御型武装力量建设的主要选择,对于空前快原则,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海军也曾有身,客体会,越南引进的猎包级导弹护卫舰。 不过说实话,俄罗斯武器继承了当年苏联时代的很多特性,那就是追求在完备作战体系中最大限度发挥战斗力。 如果脱离了这些武器在设计之时,考虑到的适用体系,再加上出口版确实存在简配,性能有所缩水等情况。 这些舰艇,战机能发挥多大作用确实不容乐观。 比如,越南基洛基潜艇,配备了3M54EA超音速结合反舰导弹,也就是我国海军随基洛基潜艇进口的克拉布导弹,也称俱乐部。 我国海军可以充分发挥克拉布导弹射程超过220公里的远程打击优势,因为我们有完整的潜艇、超视距目标跟踪和定位体系,而越南海军可能就做不到。 就算拥有200多公里射程的潜射反舰导弹,也可能只能打击4-50公里外的目标,因为缺乏超视距定位雷达系统。 越南引进的基洛基潜艇手艇和内耗,对于越南的经济体量和国土面积来说,这些年来花在进口俄式武器上的钱,给人一种花烂烂的感觉。 而且具体到买什么武器,又似乎有些跟风,比如基洛基潜艇、苏道27、苏30MK战机、S300防空导弹系统等。 这些武器装备对越南来说是真的适用,还是因为别人有了,自己也一定要有的心理作祟,恐怕只有越南人自己心理清楚了。 不过,位于俄罗斯武器出口对象国第一类的印度近年来,似乎学精明了一些。 比如对所谓五代基苏道57项目,印度就在见识不妙之下早早撤资抽身,但对S400防空导弹这种景色了叙利亚战场实际考验的先进武器。 印度引进的决心,就吓得痛快得多。S400防空导弹系统,可能也是印度在苏30MK战斗机、超日昂航母、米格29K舰载机等交易中,得到了太多人生经验。 所以去年对进口俄罗斯武器的数量,才会出现一定幅度下降,从而失去了保持多年的俄式武器引进国第一的位置。 对于俄式武器的性能和售后维护,不同购买国有不同感受,但在没有其他替代品可进口,国内同类产品又处于空白的情况下,引进俄式武器仍不失为补充战斗力的有效办法。 所不同的只在于购买国自身的实货和讲述能力而已。